消除脸上的青春痘,我们点档案浏览 把第五张这个,吕冲弦这个,按两下开起来 开起来以后呢,我们先跟同学讲一个功能 编辑再次基底影像与物件,你可以复制当完全相同的照片 我们两张图形,做完效果再来做比对,会更明显 好,我们来看看,我想去除脸上的青春痘,点哪里呢? 我们点选相片,杂点,减少杂点,把它点进来 那点进来以后呢,会出现到这个画面来,对不对? 那这地方我们可以调整它的程度,从这里拖拉 比如说我现在拉到40,数字可以用拉,也可以用拖曳的 那确定完以后呢,我觉得这样修饰的其实还不够 我们在前面第一张有讲快速修片,对不对? 那这时候呢,我们可以再利用这里 箭头点下里面的模糊工具把它点起来 点起来以后呢,我们再做一些调整,把它拉过来 这地方我们把它做模糊的动作 你可以把它修,修的呢,脸是更光滑 原来红点清透的明显是更不明显 这个效果让自己编修,效果会比我们前面第一张 拖曳绘制,第一张跟大家讲的内建的功能会好更多 皮肤所选的,这样就可以有更好的表现 点点点 我们把它收下来,我们两张来比对看一下 这是圆图,对不对?那这是我调整过的 所以呢,我们前面说过 Foreign Peg的快速编修提供简易的功能 那怎么在全功能模式呢,有最完整的功能 你可以调得更好